水果营养价值高 很多人都认为可以毫无节制的大吃特吃 然而并不然 有些水果真的不适宜在晚上瞎吃 晚上不能吃的水果一流 流所含成分中有三分之二是糖 对于血糖高 有高血压或者低血压 心脏功能不佳 未肠到溃疡的人来说 吃流仍需谨慎 最好能减饭量在吃流 以免摄入热量超标 加重原有疾病 二、樱桃 糖分多 富含糖、蛋白质、维生素及钙、铁、磷、甲等多种元素 含铁量在水果中名列前茅 是补铁、育脑良品 糖药病患者不宜贪嘴 三、葡萄 皮和葡萄籽内含有抗氧化物质 对心脑血管疾病具有预防作用 糖分含量高 10个葡萄的热量相当于2两米饭的热量 糖尿病患者不宜多吃 四、释迦 四、释迦 每100克释迦 可含总糖15.3%、18.3% 维生素C为265mg 由于释迦口感偏甜 含糖量较高 糖尿病患者应肾食 五、牛油果 从保健功能来看 牛油果有健胃清肠的作用 并具有降低胆固醇和血脂 保护心血管和肝脏系统等重要身体功能 适合婴幼儿和老人食用 建议一天吃一个即可 但由于牛油果的植物脂肪含量很高 不宜晚上食用 六、芒果 生糖指数高 糖尿病患者不宜多吃 又属于致敏食物 过敏体质的人 仅仅接触果皮 也有可能过敏 因此过敏体质者要顺食 芒果用盐水浸自后食用 并不能减少过敏发生机会 只能改善口感 7、火龙果 火龙果油污含有的天然葡萄糖容易吸收 糖尿病人一餐不宜多吃 有肠胃功能紊乱 容易腹泻的人也应少吃 8、山竹 wool 工人一样 15、土糖尿病人一餐不宜第二 尾巴 辅寓液 等成分,即柠檬酸对抑制脂肪合成,抑制食欲和降低体重有良好功效,但过量摄入,其中所含的养杂N酮有增加酸中毒的可能性,一般一次吃四五个山竹即可。 晚上能吃的水果 凤梨中含有的凤梨蛋白酶能帮助消化蛋白质,补充人体内消化酶的不足,增强消化功能。 彼时针在本草纲目中也肯定,凤梨可以健脾胃,固元气,餐后吃些凤梨,能开胃顺气,泻油腻,助消化。 木瓜中的木瓜酵素可帮助人体分解肉类蛋白质,饭后吃少量的木瓜,对预防胃溃疡,肠胃炎,消化不良等都有一定的功效。 3. 奇异果,橘子,山楂等 它们富含大量有基酸,能增加消化酶活性,促进脂肪分解,帮助消化。 如果睡眠不好,可以吃几颗桂圆,它有安神助眠的作用,能让你睡得更香。 以上这几种水果晚上千万别再吃,不然医生都救不了你,再喜欢也要借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尤其糖尿病患者不宜贪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